澳大利亞當局表示,一艘滿載尋求庇護者的船隻在印度洋聖誕島傾覆,兩人染死,還有兩人受重傷。 澳大利亞內政部長克萊爾表示, 澳大利亞海關人員在聖誕島西北大約26公里海面發現了這艘載有95人的船隻。 克萊爾說,這艘載船傾覆後,澳大利亞海關船從水裡救出93人,他們沒有說明船上人員的國籍。 克萊爾表示,所有這些尋求庇護者都被送到聖誕島接受治療及處理。 澳大利亞在聖誕島設有一個非法入境外國人拘留營。 可供元他們在kry트� mie 18星期上,我在不同會對方使用處理物 corpo中。